黄花梨 红酸汁 两件清代广作家具 谁的材质符合事实 两件藏片 号称出自三位大将 哪幅才会是真迹 李老师什么叫善变双蛙 清中期从制品 民国天求品 哪位宝主的描述才是正确的 听一下四号惊齿害俗的言论吧 一幅夜浅于 藏女近些 价值又该几何 55万 第一个 请大家不要低看 中央美术学院前 国画系主任 一锤一键与您一同揭开谜底 中央美术学院前 中央美术学院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鸟 人物 线面纯属 且起伏照应的层次过度柔和 作品多以具有场景性的情节来布局勾勒 注重情绪的传达和塑造 形神饱满 让人亲切 二十多年来 他的二十余件作品获得了国家级级省级大奖 我们请黄大师介绍今天的奖品 请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奖品是用何田玉子料 用身符雕的技法雕刻的一头牛 它象征着勤劳 善良 人爱 作品名称叫《牛转乾坤》 预祝大家身体如牛 精神如牛 事业如牛 样样牛 谢谢 谢谢黄大师 谢谢黄大师在鼠年给我们送来牛的祝福 欢迎您 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六位奖宝人 请自我介绍 一号 我叫李亚光 来自北京 是一名外科医生 我的奖宝宣言是不忘初心 我的奖宝宣言是不夺美欲非君子 我的奖宝宣言是一锤定音栏目好 由其到此来奖宝 祝您今天成功 谢谢 四号 一物养心 见骨至今 谢谢 我的奖宝宣言是奖宝第一吧 因为之前奖宝都不是第一 这次想第一一回 谢谢大家 祝您成功 奖宝宣言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把宝贝带回家 好 欢迎 欢迎我们的六位奖宝人 提醒电视机器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个奖宝人坐在这儿 估计您还是很羡慕 因为他们有可能获得价值不菲的奖品 还能够在这儿交流文丸知识 如果您有这样的喜好 欢迎您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一锤定音 官方微信公众号 那么如果经常 您可以在上面答一答题的话 你就有机会来到现场 加入我们夺宝的行列 今天我们用来计分的古代钱币 是清代的奇祥通宝 清奇祥通宝 咸丰十一年始著 面文奇祥通宝 凯书被满文寄局 还未正式发行 即被勒令废除 被称为中国寿命最短的钱币 为清钱第一大真 常见品种目前市场价格八万元左右 好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第一组两件宝物 请看 宝主认为 这是件清晚期广做的 红酸枝嵌大理石螺垫桌 装饰花纹繁复 雕工精湛 魔工精细 圆雕 透雕 浮雕的综合运用 使雕饰的纹饰立体感强 层次表现分明 桌面嵌整片大理石 四周再嵌以螺垫蝉之纹 整张桌子给人华贵之美 当属清晚期广做家具的精品 宝主认为 这张黄花梨嵌螺垫桌 同样为清晚期广做家具的精品 因为采用了名贵的黄花梨制作 所以木剑的雕刻就没有过于繁复 不过精巧细腻的嵌螺垫文饰 呈现出编纷华丽的视觉效果 给人奢华起立之感 那么这两张都号称是 清晚期广做精品的桌子 哪件的描述才符合事实呢 第一组的两件宝物是两张桌子 一件号称是 清晚期红酸汁嵌大理石螺垫桌 另一件号称是清晚期黄花梨嵌螺垫桌 经专家鉴定 有一件的描述不符合事实 今天我们这两个桌子的主人没有来 因为他们买新桌子去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各位夺宝人 对这两张桌子的第一印象 二号 我看那个黄花梨那个桌子表面 使用痕迹特明显 还有那种杯子叶和碗叶一样 我感觉应该不是那么好的 要这么好的话 他不舍得这么用 谁在黄花梨上割一个 刚从炉头上拿下来的壶 是不是 对 四号 我觉得咱们一锤的题越来越难了 是吗 这个题关键词还挺多的 又要清晚期 然后又要看材质 然后又要看工艺 就是工艺上面都是螺电镶嵌 这是很明显了 然后我对比了一下两张桌子 右侧这个稍高一点的桌子 它的螺电的破损可能更明显一点 然后除此之外 两个桌子螺电的光泽度其实差不多 然后再对比雕工的话 左侧这个其实雕工要好一点细一点 然后我个人觉得两张桌子可能都是老的 但是我觉得右侧这张 它的材质是不是黄花梨 这个事我觉得存疑 黄花梨有很多典型特征 难道你们都没看见吗 来 五号 就像朱毅老师说的 这个黄花梨有非常多的典型特征 我的倾向也是靠近红色台子这一边的 这矮桌子 这个红钻枝的 红钻枝 对对对 因为那个靠近蓝色台子这张 就是说的是黄花梨的 但是实际上黄花梨这种木材 它成材非常缓慢 也就是说导致它这个木质会非常的致密 然后它这张桌子呢 看着它的那个木纹显得非常稀松 然后棕眼非常大非常宽 所以从这个材质上 我觉得是不支持蓝色台子上这张桌子 反正那个没有黄花梨的那种特征 是吧 对对对 好了 各位真的认为 红三枝这个桌子是对的吗 请各位做出选择 如果认为清晚期红三枝 欠大理石螺电桌描述正确 选一 如果认为清晚期黄花梨欠螺电桌正确 选二 请 好 请看六位第一轮的选择 请看 所有人选的都是 清晚期红三枝欠大理石螺电桌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关义先生宣布 这一组两张桌子里 描述正确的那一张是 清晚期红三枝欠大理石螺电桌 恭喜各位 各加一分 好 请关先生给我们讲讲 这个号称黄花梨 那到底是一什么桌子 如果单就从材料上来讲 这张桌面非常像黄花梨 那鬼莲也有 上面的痕迹 使用老年代的包姜都很接近 只是就是说我们通过进一步的鉴别 它跟黄花梨的细腻的纹饰还是有区别 因为它属于酸汁 所以这张桌子严格定义讲 还是清代的老的酸汁桌子 跟刚才的那一张是一样 俩酸汁桌子 俩酸汁桌子 因为这种酸汁和我们现在通常说的 大红酸汁有点区别 它跟这个桌子也不是同一种酸汁 它这个酸汁有区别的 酸汁我们知道里边有胶质黄碳 有奥式黄碳 这张桌子就是我们俗称白酸汁的这种酸汁桌子 它在大木类上算红酸汁 但是非常像黄花梨 最像黄花梨的酸汁 是 最像黄花梨的酸汁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件清晚期红酸汁嵌名贵大理石乐电桌 在机构的眼里它能值多少钱 这个我想先请教一下黄大师 黄大师 您一看这桌子 您愿意买吗 由于这个桌面上面大理石有点开裂 石头裂了 挺可惜的 然后底下那个右边那个脚 那个蹭儿呢 接头也有点开裂 所以您觉得如果要买花多少钱合适 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话 它得上百万 不能上百万 这有意思了 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 它就得大打折扣 打几折呢 估计也要50万以上吧 也得50万以上 感觉 感觉 来 我们听一下多宝人的看法 从6号开始 我的估价应该在15万左右吧 东西是老东西 但是还是有残 5号你觉得它多少钱 是10万左右吧 越来越低了 如果是纯粹作为整体的来收藏的话 我觉得它还没有到达收藏级的红木家具的标准 还是一个实用级的 正常人家的生活用品 所以说如果说我去收它的话 我的心理价位就是卡在10万了 4号 我觉得价格可能在10万到20万之间买 因为它那个桌面是大理石的 不是那个就是全板木头的 就是说那最重要的这一块没有用木头 因为那个木家具里 就是据我的了解 它是在桌面这块分 就是整板料和拼板料的 这块我又挺好奇 它为什么改成了这个大理石的 也许是为实用角度吧 是吧 石头它可能在某些领域它更适合 是吧 好了 目前出价最高的是黄大石 黄大石说了 这也得50万 请各位出价 各位认为 请晚期红酸汁嵌大理石罗电桌 在机构眼里会评估什么样的价格呢 请 好 我们来看一看六位的出价 请看 是我 最抠的真不是机构 是六号 打错了 对 我知道您打错了 肯定是错了 是吧 我们这怎么可能出现 一百块钱不到的东西呢 出价最高能到18万 没有到所谓50万 是吧 对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排卖公司 和一家古安城 对 清晚期红酸汁嵌大理石罗电桌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45万元 大师白给你们用 你们不听 最接近的还真是徐航 徐航加一分 恭喜你们 那这样的一个价格 官邑先生您认可吗 我觉得基本上是合理的 您说一下理由 为什么这个桌子用大理石 而不是用红木 首先我们说呢 这张桌子呢 是清末的广式的桌子 广式风格的特点呢 其实我们一看到大理石和罗电 这十有八九就是广市 就是广州的家具 为什么呢 因为广州这个地方啊 地处在亚热带 空气呢 非常的炎热 对 那么呢 用了大理石以后 大家的夏天的 炎炎的夏日 就会感受到这种清凉 手往上面一搭 是吧 所以呢 它很舒服 二一个呢 这张桌子的风格特点 不是我们中式家具的 这种特点 我看这也不像 这是欧洲的 洛可可风格式的家具 17世纪的时候啊 这个英国人 做贸易来到广州 我们从康熙以后 广州就是中国 唯一的一个通商口岸 所以所有的外来货 还有中国出口的工艺品 都要从广州进行出口 英国人为了拿到 更低的这种价格的商品 更精湛的工艺 所以它把欧式家具 样式 比如荷兰的 英国的 法国的 拿到中国来加工制作 所以我们仔细看看 我们这件家具 你今天有时间到欧洲去 跟欧洲宫廷里摆的家具 样式是一样的 看它的腿 这是个老虎腿 是吧 包括雕刻 都是杰克的花纹啊 意大利的花纹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 轻中暗期的 我们出口外贸的 这种产品 所以艺术的水平呢 很高 年份呢 也倒带 虽然上面有一些瑕疵 毕竟是留存了 上百年的这种旧家具 所以说呢 依然掩盖不了 它实际的价值 好 谢谢关心人的介绍 谢谢 罗电 是我国独有的传统艺术瑰宝 它是用罗壳 海背等软体动物的体壳 加工成薄片 根据画面需要 而镶嵌在器物表面的装饰工艺 在光线的照射下 能形成极为鲜明的幻彩视觉冲击 罗电的历史非常悠久 早在西州时期 罗电工艺就被用作于漆器上了 到了唐代 中国的罗电工艺 已经到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 尤其是在乐器 铜镜上的运用 罗电镶嵌技巧 被发挥到了极致 彰显出大唐盛世的华丽繁荣 宋元时期 罗电工艺更为流行 罗电器物的种类 这也更加的多样化 不过这一时期的罗电工艺 还是以镶嵌在漆器上为主 到了明代 中国古代漆器 达到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 罗电工艺也随之有了厚薄之分 除了传统厚罗电的镶嵌之外 出现了薄罗电的点罗技艺 就是将罗壳经过特殊溶液浸泡 切割得薄如蝉翼 并且极为柔软 可以直接粘黏在漆器表面 这样一来 极大地丰富了罗电的表现空间 清代以后 审美观开始发生变化 逐渐追求繁荣奢华 这时候的罗电经常会掺和在其他镶嵌物之间 如玉石 象牙 彩石 珊瑚等等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百宝嵌 清代式罗电工艺运用到家具中的顶峰时期 受到当时宫廷青睐的罗电家具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广座家具了 小道凳椅 大道床榻 橱柜 色彩斑斓 入眼流光溢彩 在中国传统家具中 独树遗致 接下来两道抢答题非常关键 各位请听题 传说中的一目一气 是哪个风格流派的家具特色 四个选项 苏作 广作 经作 近作 开始 四号你说 什么叫一目一气 我理解一目一气可能就是一个木头 比如说出一个东西 反正就是说这件东西 它绝对是用一块材料 一个木头来做 是吧 不是拼的 不是拼出来的 哪个呢 哪个是 感觉是A吧 苏作 正确答案是广作 四号扣一分 那什么叫一目一气 为什么它又是广作的特点 管先生 刚才四号实际上说对了 就是一个木头做一件东西 这叫一目一气 这一件器物是由一棵树制成的 这个是最讲究的做法 那么这个也就是广作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像苏作它是有多种木头在一起 比如它可能是酸汁的这个块 它可能用这个影幕做面 晶座也是这样 好 谢谢管先生 四号这一分很直 又学到一个知识 对不对 来 说到广作 接下来这题依然跟它有关系 请听题 清代广式家具何时传入宫廷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开始 二号 我选C 乾隆时期 乾隆时期 理由是 咱们通商是在康熙晚期 我觉得它需要一段时间 然后呢 就把雍正跳过去了 对 雍正时间比较短 所以乾隆时期比较长嘛 它执政时期 所以从概率上来讲 我选的C 乾隆时期 爷爷通商 孙子享受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是吧 对 好 正确答案是 他爹 扣一分 这两道题杀伤力太大了 其实二号的水平还真是不错 这个知识结构点都出来了 康熙之前啊 大部分呢 还是从江南采办 苏氏家具为主 真正的清宫的这种风格 发生变化呢 在雍正时期 这里呢 我们不得不讲到一个人 谁 这个人叫谁呢 叫年熙瑶 年熙瑶的官职呢 是公布侍郎 内务府总管 他跟年庚瑶是 他是年庚瑶的亲哥哥 那年庚瑶是什么时期的人呢 年庚瑶是雍正时期的 福远达将军 对 后来呢 被抄家灭门 赐死 但是年熙瑶这个人呢 由于为人很正派 很老实 所以他的兄弟 虽然被满门抄斩 但是呢 年熙瑶 依然为皇家效力 为皇家做什么呢 造办瓷器 制作家具 所以在这个时期 所以在这个时期 雍正的时期呢 年熙瑶就不问政事 他就一心搞他的这种制造 所以他才躲过了这场货 所以什么时候研究艺术 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年熙瑶从广东 调了大批的工匠 能工小匠 为皇家制作家具 那么雍正看到这个家具呢 是一样 刚才我说了 一木一气 大料 另外呢 彰显了皇家的气派 所以从雍正这个时期 就开始逐步地 把广东的师傅 调到北京 甚至于 最重视广东的 工匠的一个事 就是原本宫中啊 有这个木工的作法 叫木座 为了广东师傅 能够到宫廷中做 专门给广东的师傅 成立了广木座 就是原先有一个 木工工作室 现在为广东师傅 叫广东木工工作室 所以这个的 进京大大的发展了 广作家具 在宫廷中的地位 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 很多拥前时期的 这种大型的家具 都是广式家具的精品 明白了 谢谢 你看人家当时这个地位 这就相当于 我们去逛一个超市 这边是副食品区 旁边是进口副食品区 彰显地位不一样 好 接下来是 第二组的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宝主认为 这是当代海派画家 唐云所作的清趣图 唐云擅长花鸟山水 他的笔墨 容北派的厚重 与南派的超异于易卢 创作出清新俊逸 生动灵运的作品 在构图 色彩 水墨上都独具特色 宝主认为 这是山水画一代 总是黄冰宏和中国 接触的历史学家 宗教史学家 教育家 陈元的书画 何必扇面 扇面对书画家的创作要求 颇高 需要布局精准 技法娴熟 一幅银池小品 往往体现出 创作者深厚的艺术造诣 和笔墨意趣 那么这两件 术画作品 哪一件才是真迹呢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一锤领音 第二组两件宝物 一件号称是 唐云清趣图 一件号称是 黄冰红尘缘 善面双外 其中有一件是 艳品 李老师什么叫善面双蛙 这个善面双蛙呢 是指一幅装表的作品 下边一幅画 上边一幅书法 或者是两幅都是画 或者两幅都是书法 我们请李学伟老师 介绍一下作者生平 李老师请 唐云先生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海派的著名画家 无论是山水花鸟书法 画的都是 有一定的造诣 这个黄冰红先生呢 这名气更大了 他呢 以枯笔焦末 为绘画方式 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风格 他的线条 囚禁有力 我们再说这位陈元 陈元呢 是我国的著名的历史学家 法学专家 而且呢 还是教育家 他的学生 启公先生 是这样评价 他的书法 先生的书法 是懂又是米 就是像董奇昌 又像米福 好 谢谢李老师 这一轮呢 我们跟前面 采取不一样的方式 现在就要请各位 做出选择 各位 如果认为 唐云清去图 是真迹 选一 如果认为 黄冰红成员 善变双挖 是真迹 选二 我们看看大家的选择 再来听听 大家的理由 我们来看看第二轮 六位的选择 请看 三比三 来 从二号开始 我感觉呢 就是唐云的这幅画 就是没有画出 那种声趣来 我觉得这个画 看的呢 挺呆板的 我觉得不像是真迹 来 我们听一下四号 怎么反驳你 来 四号 这个黄大师的 这个扇面吧 其实我由重地 看了一下那个印 那个印的左上角 有点盖糊了 这是让我心里 咯噔一下的感应 就是盖印的时候 这个印你一样 用的不讲究 第二个原因是 那个扇面的 淡笔村的这个地方 有一点乱 好 六号选的是扇面 我选的是扇面 因为这个字体写的也好 画的也好 黄大师 您怎么看 这个唐云 他是上海人 听介绍是吧 但是南方呢 喜欢 多喜欢画这种 荷塘清去的这种 对 他那多呀 也挺吻合 但是就是我感觉 这荷塘清去有青蛙 应该有荷叶 那个上面那个荷叶 我怎么看 像南方的芋头 也不像荷叶 芋叶 芋头的叶子 芋头的叶子 那时候感觉 这个好像有点问题 这就不像是在 这个荷塘里边的青蛙 对 像是火锅旁边的青蛙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李学伟先生宣布 这一组两件作品之中 确真无疑的 其实是 是 黄冰红 陈元 善面双蛙 二号 三号 六号 各加一分 恭喜你们 因为有一点 树花常识的 上来一看 就应该能看出来 这个唐元画的实在是 太不像画了 不用说别的 我们先看这颜色吧 这个颜色 你看像这个 一位大师级的这种 国画家画的嘛 太不讲究了 再一个 荷叶 连一片荷叶都不像 算作这个 在水里的芋头 这个 但是这石头 你看这块石头画的 特别失败 再说这个字 这个书法写的 就是随意写的 所以说 这件作品呢 是一件 非常低略的 这么一件 方品 就属于是那种 画完了之后 你想让我 添什么款 干什么章 你再选 添谁都可以 所以添唐元先生 名头太大 您要是添我 是吧 我觉得说得过去 那也不是真的 说得过去 说得过去 我愿意 好 接下来 我们要探讨一下 黄冰红成员 善变双蛙 在机构眼里 现在值多少钱的问题 一号 五万五万 这零头怎么来的 再有10%的 什么费用 你对我们这个套路 好使不借 连交易费都算进去了 都算进去了 就是五万 然后呢 10%的佣金 对吧 佣金 由齐老师 您觉得呢 八万左右 八万左右 怎么都感觉 你们没拿人 当黄冰红 这么大名头 四号之间头 就是 我也觉得 他没拿人家当回事 我觉得 五万 五加八万 都买不下来 这个 您觉得多少钱 20万起吧 20万起 怎么也得20万 是吧 我给你们一个福利 黄大师 您觉得多少钱 因为它是 两位大家 合作的 这个肯定 我觉得不便宜 10万买了 应该是赚 20万觉得也值 这是我的感觉 20万上下是可以的 来 请各位出价 各位认为 黄冰红成员 善变双蛙 在机构眼里 值多少钱呢 请 我们来看一看 各位的出价 来 请看 27万5000元 40万元 10万元 30万元 12万8千元 25万元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拍卖公司 和一家股安城 对于黄冰红 陈云 善面双蛙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30万元整 张月完全正确 4号 加一分 恭喜你 来 请李徐辉老师 点评一下 这价格 您觉得怎么样 这个价格是完全合适的 为什么呢 大家可能没看到 这个善款 这个善款啊 是苏家先生 这苏家是谁呢 是周苏家 周苏家是我国著名的佛学家 对中国佛教的研究 做出过巨大贡献 这善款的人就很厉害 所以两个人都是为他一个人画的 再一个我们看这个黄冰红 黄冰红先生80岁以前 被人们称为 未经许可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还对付出口 本集会 有给你 吃点 吃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古代善变画有圆形的团善画和折叠式的折善画之分 那么折善画从何时开始流行呢 唐代 古代 宋元 明代 开始 四号 选四帝 明代 明代 因为在那个首帛里能看到的 然后有文征明这些 都是明代的嘛 好 你选的是D 明代 正确答案是D 是我们老朱家大明朝时开始流行的 这四号加一分 来 下一题 请听题 2017年6月19日 黄冰红92岁高龄时创作的《黄山汤口丽轴》 创下了他个人作品的最高拍卖记录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事件 这幅作品的成交价是 9.315亿人民币 3.45亿人民币 2.875亿元人民币 2.668亿元人民币 这得记性多好才打得上来啊 开始 这样吧 我重新说一下这题的规则 抢着了可以自己不回答 你点一个人回答 他只要答错了你加一份 预备 开始 4号 请2号回答 4号 来 2号 请艰难地接受这个任务 那个参资不齐就选C 就选C 2.875亿元人民币 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我记得应该是2亿多 2亿多 这2亿多都有俩呢 是吧 有一个668 一个875 为什么是这个875呢 选贵的呗 就选贵的 看你运气怎么样 正确答案是 B 2号 扣一份 很遗憾 很遗憾 这个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李老师 这件作品呢 是黄冰红 就是说黑冰红期前 就是80岁以后作品 也是呢 这个大家重新认识黄冰红 这么一个时机 就是黄冰红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第一个A呢 应该是齐白石的最高价格 C呢 是潘天寿的最高价 D呢 是徐飞红的 这个最高价 这些数字在李老师脑子里头装着呢 这都是我们这个拍卖 这几位的最高价格 就放在这个上 好 经过第二轮的一番折腾 现在一号一分 二号一分 三号两分 四号两分 五号一分 六号两分 进入今天的第三组两间宝物 请看到片 清中期从制品 民国天求品 哪位宝主的描述才是正确的 听一下四号精神害俗的言论吧 一幅夜浅于藏女近些 价值又该几何 五十五万 低了 请大家不要低看的中央美术学院前国画系主任 一锤定音 继续与您揭开谜底 保主认为 这是件清中期仿观又从事平 高18厘米 宽12厘米 右面温润如玉 滋润肥厚 平底湿右 但无落款 金丝铁线开片 交错迂回 形如冰裂 错落有至古雅大方 整件器物保存完好 品相绝佳 保主认为 这件粉彩开光天求瓶 出自民国时期 高32厘米 前后开窗 一面乌山神女 一面美人如玉 两幅画片 人物故事 塑造优美 刻画生动 落款 人成年 万云岩 坐鱼珠山 万云岩是民国时期 南昌惠慈名家 地族落居人堂制款 整件器物同样保存完好 品相绝佳 那么这两件保主所描述的瓷器 哪件才符合事实呢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一锤定音 第三组两件瓷器 分别号称 清中期仿观又从事平 民国粉彩开光天求瓶 有请二位保主上场 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二位保主 吴凯敏 张胜利 老师好 主持人好 二位上来步调非常一致 而且步伐雄剑有力 就跟要说相声一样 两位都来自北京 离我近一点的这位是 吴凯敏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这是您什么时候的收藏 我是受保主的委托 您的朋友 是您的朋友 望年交 望年交 对对 望了多少年呢 望年交 老人有快九十了 快九十了 对 您跟他怎么关系这么好呢 他是我的患者 您是一位医生 对对 我是口腔医生 您跟一号是同行 那这件东西是老人的 老人有没有说这是怎么得来的呢 老人在美国收藏的 他算是回流的 在美国买回来的 原来回流的 是哪一年买的呢 九几年吧 对 九几年 买回来很久了 对 好久了 那说他是轻中期从事平 他 我们刚才看图片 也没有款啊什么的都没有 理由是什么呀 因为他的特征是金丝铁线 从内向外开片 薄胎后右 那么老先生有没有说 他值多少钱呢 他这个没说 也请各位老师 给估个价吧 好 张胜利先生 您好 您拿的这一件叫 民国粉彩开光天球瓶 是您自己的收藏吗 对 是我自己的收藏 什么时候买的 八九年 你在我手里都有三十年了 八九年的时候 我是给我姐姐家搬家 我姐夫送给我的 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瓷器 你怎么知道他是民国的呢 他有款 冰糖的款 另外一个他的色彩 什么都跟这个民国的相似 您觉得他能值个多少钱 三十五万吧 好 下面我们请各位做出 今天第三轮的选择 如果认为轻中期访官 又从事平队选一 如果认为民国粉彩开光天球平队 选二 请 好 我们来看一看六位这一轮的选择 请看 只有四号一个人和大家不一样 四号脸上露出了自豪的颜色 来 一号说一下理由 红台自上这个开片好 也在这个色泽特别正 一看就是他了 是吧 对 二号呢 我也觉得这个红台自上那个瓷器 太开门了 金丝铁线 紫口铁足就都有 而且他那个光泽就温润如玉一样 特别美 听一下四号惊世骇俗的言论吧 四号来 因为我见过一个轻中期的残片 然后那个的右面的光泽 跟这个光泽确实我觉得差距挺大的 我觉得这底儿让我觉得并不是很舒服 然后还有一个疑点 铁线口的那个挂右 我觉得也是有一点 让我 让我觉得不舒服 挑出很多毛病了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代表 本栏目专家邱春林先生宣布 这一组两件宝布之中描述正确的 其实是 是 轻中期访官又从视频 感谢四号的配合 一二三五六各加一分 我们请邱春林先生为我们讲解 民国的这个粉彩开光天球屏 实际上应该如何去描述 邱老师请 因为署名署的是民国的一个 南昌翅膀画的一个高手 叫万云岩 但是这件作品恰恰不是万云岩的画风 万云岩应该算是民国新粉彩的代表人物 新粉彩的特点其实是很鲜明的 它是中期结合的 就好像我们刚开始看到那张广东做的桌子 这个腿很明显就是老虎腿 就是瘦腿 在我们中国古代很少见到 一看你中西河壁 那么新粉彩也是中西河壁 就体现在它的画风上 新粉彩的人物画 基本上都是用租名料 就是等于是黑线勾勒了以后 各种色彩就进行绚染 绚染以后再上玻璃白 不像乾隆粉彩 是先打玻璃白再来上色 所以它现在就很容易做到就把西洋的那种光影 明暗 立体感能够直接表达出来 所以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地描述这样的一件藏品呢 访民国的新粉彩 天球品 应该是一个现代的作品 现代的作品 好吧 张先生反正也没花钱 摆在家里也挺好看的 是吧 这也是您姐夫的心意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张胜利先生 请 那么这点东西老先生希望它值多少钱呢 这个不好估价 老先生没说 是吧 也请各位老师 老先生是不是就是想把东西送给你 我不太喜欢这收藏 你看这个 老先生说 这个你拿去鉴定鉴定 如果还不错你就拿走吧 这我不喜欢 大夫是都这样吗 一号 是 真的呀 你估个价多少钱 我对这个还真 我觉得从他这个保存 和他这个面相来看 16万5000吧 二号 多少钱 18万 三号 20万 四号 不用问 22万 是吧 那就22万吧 真22万 那五号呢 那我就24万呗 你们这开玩笑呢 六号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 来 我23万 就是20来万 是吧 我们建议你们 慎重地考虑一下 黄大师接下来的意见 黄大师您觉得多少钱 我感觉这个应该值不了20万 应该在10万 我估计都不值 10万左右 好 谢谢 来 各位 你们认为 在机构眼里 这件轻中期 反观又从视频 会值多少钱呢 请 来 我们来看一看 各位的出价 请看 11万 18万 19万 5千 26万 6666 只有6号 说多少 就写了多少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贩卖公司 和一家管 成对 轻中期 仿观又 从视频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4万元 李大夫最接近 1号加一分 恭喜 这样的一个价格 邱春林老师 是否认可呢 来 乔老师 您觉得这个价格合理吗 机构做出这么一个评估 比较保守一些 太保守 大概是起拍价吧 越白右的这个从视频 它是黑胎的 我们看到它是纸巾土的 能够发出这个颜色出来 是烧成上 有很大的一个 供应难度 包括太幼的配方 配比 但是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 轻中期仿观又 烧过一阵子 黑胎的 但是烧黑胎的 基本上都是官窑 都是支钉烧的 有点像我们的鲁池 那样的支钉 底竹 应该是有芝麻丁 但我们看这件作品 它没有 说明这件作品 比较有可能是民谣的 民谣的 民谣房 不是说真正为宫廷烧制的 那么它仿制的工艺水准怎么样 工艺水准还是比较不错的 乔老师您觉得 如果这样的一件宝物 在市场上直接流通的话 它的价格大概会在多少呢 这个要看爱好者怎么样 爱好者心里喜 就得碰上不同的人 心里喜欢吗 比方是碰到6号 20万 20万 30万也是他 20万 马上就拿出来了 对 所以你说你兴趣不在这 我现在信了 为什么呢 现在你中两颗牙 也不是这价格 是吧 是吧 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好 再见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分数 一号 三号 六号 三位 比二号 四号 五号 多一分 竞争很激烈 接下来是抢答题 请听题 这个题目一定要审题清楚 最早的辞职从事评 出现于何时 唐代 五代 宋代 元代 辞职哦 开始 二号 C 宋代 宋代 正确的案是宋代 加一分 乔老师 在词制出现之前 是什么制的呢 从事评 大家都知道都是御制 对 它是礼器 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 因为北宋这个金康之变 所以宋世难渡的时候 实际上是 大量的宫廷用的这种 装用的礼器 实际上是丢失了 丢失了 就是到了南边以后 陶瓷来替代 陶土为弃 陶土为弃呢 来反本修谷嘛 就是既祖 既天既地 还是要用最古老的一些器物的造型 那个时候开始 用瓷来防御虫的造型 好 谢谢乔老师 来 下一题 天球平是受西亚文化影响极深的一种瓷器造型 它创造于 A 五代 B 宋代 C 元代 D 明代 开始 6号 明代 明代 选的是D 正确答案是 D 明代 恭喜6号 加一分 它是受西亚哪个国家的文化影响的 中东 土耳其那一代 那一代主要是兴奋伊斯兰教 所以它 这个造型最开始就是他们那儿的 你看它那个清真寺的造型 上面都有巨大的天球 那就是倒着扣过来的一个 对 巨大的天球 就是他们这天球别的造型 它是在要早于中国 他们在应该公元前一千年就有这个造型了 好 谢谢邱先生 我们来看一下到现在为止 各位的得分 6号由于抢到了最后一道抢答题 那么今天6号 就已经成功地占据了 进入最后一关的第一名 恭喜您 4号和5号呢 两位因为你们的分数比1 2 3号低一分 所以提前感谢二位今天的参与 1号 2号 3号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抢答题来决出 你们之中有两位进入最后的角逐 1号 2号 3号 请听题 清齐翔年号的上下两个年号是 A 同志光绪 B 咸丰同志 C 道光咸丰 D 光绪宣统 谁抢到可以指定任何一位对手回答 三进二的时候呢 感觉那个题确实难度有点大 这个选不对啊或者什么的 一直没敢选 这时候呢2号抢答了 但是我看他的表情感觉 哎呀 胸有撑住 我是感觉完了 2号 谁来回答 C 我自己回答 自己回答 抢最后一道题 特别激动 因为题太简单了 就是我们上学 每天需要背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是吧 你想一想 哪个排序是对的就对了嘛 当时心想 哎呀 这题终于我抢到了 还挺高兴 你选的是C 正确答案是 B 你记错了 想太多了 结果呢 读的时候就把答案 明明正确答案 就读成那错误选项了 哎呀 太遗憾了 看来做事不能想太多呀 就得专注啊 感谢2号今天的参与 1号和3号 你们还需要通过一道题 决出谁是今天的第二名 以下哪位美术教育家 创立了传统生活创造 三位一体 临摹写生创作三结合的 现代中国化教学体系 这是一个美术史的题目 A 徐悲鸿 B 叶浅瑜 C 林丰眠 D 刘海素 开始 1号 选叶浅瑜 叶浅瑜 正确答案是 B 叶浅瑜 恭喜你 我们恭喜6号 1号和3号 进入今天的最终环节 叶浅瑜 中国国画教育家 善人物 花鸟 插图 速写等 叶浅瑜的武画 漫画 速写 被誉为画坛三绝 从叶浅瑜作品 历年来的拍卖记录看 成交价达到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都是舞蹈人物国画 眼前这幅 叶浅瑜 藏女静心 虽说不是舞蹈人物画 但是这幅人物画却是带景的 远处的罗布林卡 近处的地面灌木 这种带有景物的人物画 在叶浅瑜的作品中是很少见到的 那么它如今的市场价格 究竟会是多少呢 很多朋友问我 如何才能成为夺宝人呢 其实很简单 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有成为夺宝人的直通车 请尽快上车 今天我们最终环节 欢迎三位在前面环节 得分最高的夺宝人 得分最高的是6号 陆书军先生有三次出嫁机会 得分第二高的是李亚光先生 有两次出嫁机会 而我们非常喜欢的尤齐老师 也有一次出嫁机会 这个要谨慎使用 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 为大家展示的一件宝物 叶浅瑜先生的《藏女静心》 那么在专业机构的眼里 她目前会价值多少 我们首先请李学伟老师 为我们讲解一下 作者以及这幅画背后的故事 林老师 叶浅瑜先生呢 是我国著名的人物画家 也是美术教育家 当过中国画研究院的副院长 又是中央美术学院的 国画系的主任教授 这幅画呢 上面写了1955年 叶浅瑜先生应该是48岁 48岁时候画的 这件作品它比较丰富 人物 然后后边有景 前边有近景远景 而且画这个藏族人 背着应该是个奶桶 体现出来这个藏族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追求 寓意也比较深深刻 这个画面呢 体现的突出人物 把景呢 配的简洁空岭 使画面中间 这段大段的空白 让大家去遐想 是一件非常好的 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件作品 好 谢谢李学伟老师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 大家就要猜一猜 我们这个令人 琢磨不透的专业机构 会给他估一个 什么样的价格呢 我宣布出嫁开始 十秒钟时间内 如果没有人出嫁 拥有三次机会的 陆书军先生 就必须第一个出嫁 还有五秒 陆书军先生请出嫁 好 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元整 是陆书军的第一次出嫁 三位请听提示 二十五万这个价格 低了 继续出嫁 十秒钟之内 如果没有人出嫁 李亚光必须出嫁 李亚光 三十三万元 三十三万元 是李亚光的第一次出嫁 三十三万元 请听提示 这个价格 低了 继续出嫁 十秒钟之内 如果三位都不出嫁 陆书军先生又得出嫁 因为您现在 拥有的次数又最多 还有五秒 尤其老师也可以随时抢 抢啊 尤其老师就这一锤子买卖 您的唯一一次出嫁是多少 三十九万 三十九万这个价格 我的提示是 低了 正确答案在三十九万以上到无限多 十秒钟之内 如果没有人出嫁 陆书军必须出嫁 请 五十五万 五十五万元 这个价格我的提示是 低了 请大家不要低看 中央美术学院前国画系主任 还有五秒钟 如果两位都不出嫁 李亚光必须出嫁 注意老师说 这个五十五万价格低的时候 结合叶且毅先生的资历 以在这个作品本身的质量 我觉得 七十八万 七十八万元是李亚光 我出的七十八万 当时是很有自信的 拿大奖的几率是拿九万了 还当时挺有自信的 七十八万元 请听提示 高了 这下难了 正确答案是一个 非常大的跨度 五十五万到七十八万中间 陆书军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现在一号跟六号都有机会 获得今天最终的胜利 获得黄大师雕刻的这一枚 以牛为题材的 何天玉子儿料挂坠 还有五秒钟 请陆书军准备好最终的答案 五十五到七十八万之间 请挑一个数字 请 六十五万 六十五万元 我的提示是高了 你看一号乐的 一号乐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国际知名拍卖公司 和北京洪玉博古安城 对叶浅瑜先生的这幅 藏女静心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六十三万元整 恭喜六号 叶浅瑜先生呢 他的画作 这样的一个价格 是什么样的理由 这幅画呢 一个是有景 再一个 他这个人物用色上 是用敦煌壁画的这种方法 用色厚重 再看线条 线条扎实流畅 所以说是一件 很特殊的这么一件 用心的一件作品 这个叶浅瑜先生 这么大的作品 有十几万的 也有六七万的 为什么他贵 就是因为 他的题材特殊 有景 有人物 有近景 有远景 而且这个时期 他的画作 也是巅峰期的作品 好 谢谢李老师 接下来是今天的颁奖仪式 我们有请六号 陆书军上台 有请 请中国御师雕刻艺术大师 黄文忠先生亲自颁奖 恭喜你 恭喜陆先生 谢谢 为什么在数年送一个牛 那我的意思就是 数你最牛 原来是这样 好 说得太好了 好 谢谢您的馈赠 恭喜您 好 谢谢 节目的最后 把掌声再次送给 三位专家老师 谢谢三位老师的指点 谢谢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 用各种各样的报名方式 来到我们的节目 但是一定要认准 官方的报名方式 再次感谢今天现场 所有的夺宝人的参与 谢谢你们 谢谢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朱毅 这里是一锤定音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